Hello 大家好 今天在我们乐城中文学校上美术课 那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我们Sara Hill的校区了 这是一个新的校区 环境特别的好看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nabry 一个图书馆 这边呢是有一个奖品的兑换区 还有呢这边有我们的家长的休息区域 这边很宽敞 那这次呢也有经验了 我呢带来了一个我们华氏的宣传的展板过来 在这转过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海运过来的 自己装装错了 其实正常应该再往上一样 回头再调整一下吧 那我很喜欢我们的城这边的 中文图书馆的阅读区域 书特别的多 看非常有名的神奇校车系列 还有宫崎达野 大象艾玛系列 还有茫茫鹿鹿正 这个我们上次也画过的 这个书都特别好 都是精选过的 非常经典的书啦 大卫不可以 全是二书能选的书 还有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的 屁屁侦探 这里有一些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石头之路 有一些很知名的日本的绘本 丹麦的绘本等等 很多 那它特别好的点 这个都是开放性的书架 那小朋友可以看到这些封面 他就会有兴趣 所以想看哪本书就拿起来 这本书的 这本书 应该有个外书皮啊 这本书我也是超喜欢的 是市场界最后一站 特别大人的一本书 美国的插画风格 很漂亮很好看 有兴趣的话要去读一下 那我自己是有一个 陶绘本的习惯的 所以我的画室 其实也有很多绘本 但是因为空间比较小 没有办法像这样 一一的展示出来 如果家里有空间 其实还是 这样展示出来会比较好看 这本书后来怎么 也是小朋友 对他绘画期末非常好的一本书 脑洞大开 日本的一个设计室 给大家看一下 再转过来 还有这个 我们画室也有 对不对 一百层的房子系列 这个书画得真的特别好 那小朋友 其实是可以收藏的 这个书 日本的作家的书 一般都会买 你看他这 好多 刚刚说这本书 就是很搞笑的 一本日系的书 我看到书小弟了 书小弟也是我很喜欢的书 这个呢 是我们家小花小朋友的挚爱 小时候真的 三四岁的时候 老是缠着我 读这套书 现在呢 妹妹也很喜欢这套书 看 我觉得小朋友从小 在书的海洋里面 受书的滋养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我们再进去看看学习的区域 这边有好几个教室 小朋友在牛肉 这是我们在上数学课的老师 还有一个老师办公的区域 很框敞 这边也是一个教室 这边呢小朋友也是在上课 这里面是厕所 办公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 这边呢是一个休息区域 通到外面有标准的两个出口 满足消防的要求 好了 等一会儿就给小朋友去上课啦 那我们就一会儿再见吧 拜拜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